CALIBRATION DEMONSTRATION BECKIN BAM 当你要校准到最 啊最标准达标的 最好是使用一台新的真空棒咯 对不对 使用台新的真空棒 因为他的真空度才能够达到最高 好真空到最高那一点啊 那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就按照你的真空棒 比如说使用了5年啊 3年2年的真空棒的最高点的真空度 来做校准哦 好吗 那么如何校准 我们现在来教你们啊 首先就是要把它启动哦 启动这个这个真空表 好启动了以后 那个数字一显示出来 你就按一个这个LAM跟这个UNIT 好不好 好先启动 好吗 我们就按这两个一起按 才会出一点点点的出来 看得到吗 啊 然后我们就按这个LAM 啊 有按LAM就有那个数据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们按一个那个UNIT 把它清零先 好吗 清零那样 然后就可以开始启动了 这个真空棒 我们让它真空真空到这个数据不到上不了的时候 那个是已经是最最已经是最高点的哈 好那个时候已经是好了 好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设定下来哈 好我们就当这个是最最高的了哈 好这个这个还很快啦 还有还有很多 我们就是说校水要快一点哈 好你就当这个是最高的以后 然后我们就按这个LAM 好这个LAM这个地方我们按一下 好按一下 好就OK了 好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真空当关闭哈 真空当关闭 可以吗 把它卸去 好 把它去把它卸掉 然后把它关掉 好吗 OK 重新卸掉 把它卸掉先 OK 卸到里哈 那么我们就重新启动 好 重新启动 OK 就可以开启了哈 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叫走方式 把它抽到最高点先 然后抽到最高点之后 啊他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按这个LAM 好就可以就可以退出了 就可以set下去了 啊他就会知道你这个真空班 啊最高点是达到多少了 可以吗 嗯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哦 这个就是我们的校准那个真空表的那个 呃 这个调法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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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